在家庭教育当中 我常常谈到就是要严母慈父 父亲一定要就是有耐心 而且又随和 让孩子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然后妈妈要严格 为什么呢 因为妈妈是要每天比较多的时间 更具体的事情她要来实现 所以我觉得夫妻之间 如果两个都松或两个都严是不好的 一松一严 而且尤其是爸爸松一点 就是辞一些 妈妈演一点最好 很多家长都遇到这问题 平时都觉得自己挺好的 一到写作业就有点崩溃了 我认为这是非常正常的 在我们有一句老话 这个打是疼骂是爱 那个打是心里的疼的那个打 拍后背一下不听话 到后边吓唬她的那种动作 孩子是能够判断的 就是妈妈是爱我的 她打我也是爱我的 但是还有一种打不是这样 有的那种父母 她是把自己的情绪表达出来 而不是在管孩子 如果真的这个孩子出现了问题 然后你认为是需要他改变的 这时候恰恰 我们有一句话叫做这个 急事缓办对吧 急的事恰恰要慢一点 同样当这种事情一出现的时候 父母应该首先第一个想法就是 他为什么要拒绝 当你不明白的时候 一定要迈下心来 问孩子你怎么想的 但是有时候做不到啊 就到了气头上 你这 他冷静不想 但是有一个原则 就是说你是大人 他是孩子 你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都不能通过力量来解决问题 这是一个原则 所以做父母的你可以着急 有的父母着急的时候 就像那个大猩猩一样 自己催自己 对吧 孩子一看 哎呀爸爸妈妈都急成这样了 算了 别让他这么急了 但是你不能打孩子 这都是比较好的 但是您能不能给我们现场 还有电视机前这么多妈妈 就是真是辅导作业 或者有遇到事 真的这火腾一下上来 那就扭伸走开嘛 给他一个时间 过了一会儿 你也想明白 你也知道这事 怎么跟他讲的 他明白了 你再回来 咽口吐沫回来 好好跟他讲 作为家长 首先自己要有一个原则 这个原则自己要守着 那就是说 我永远不能用暴力 来教育孩子 这是一个原则